老唐我还是想问 这青年党当时 其实算是实力偏弱的政党 那具有党员身份的 这些政治教官 那好不容易有了 可以寄生发展的地盘 为什么要离开东北蒋武堂 那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主要是 占作林他退回关外 在黄姑屯被炸死 那之后东北抑制 接着发生了中研大战 还有后来的九一八事变 那整个东北都丢了 那中国那个时候的 反日怒火四处蔓延 那很快的 次年也就是1932年 爆发了一二八松户战役 这一段在现在的历史课本 都很简单的带过 是 我觉得不知道 其实也真的没关系 不过呢 如果知道那个时代的 知识分子或军人 对于时局的想法 还有他们年代产生出来的行动 其实也可以给现代人 做一些参考或借鉴 例如东北人看世易 而气高看 其实就蛮有参考性的 用在哪里都很适合 你是说 我们没有任何的影射 那我们还是拉回来讲 于家局说 九一八事变之后 金陵军校出生的 在东北军服役的这些学生 每一个都悲愤不已 所以都去参加了 义勇军的活动 中国青年党的领导层 那个时候也想要表现 青年党为国牺牲的精神 也组织并且鼓舞 那他认为这些都于事无补 因为这些刚毕业的学生 都是新鲜孤苦培养出来的精英 不可轻易用之 可是大家都热血沸腾 没有人肯听他的话 看起来于家局跟其他领导干部 有不同的想法 那青年党的领导团 想要表现青年党为国牺牲的精神 也组织并鼓舞 这于家局他所说的是谁 主要的推手之一 应该就是替卫兵义王 就是这本书这个提鼠的李环 那李环呢 我们之后会介绍他 这个李环他说918事变 128松敷战役爆发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也在出入战场 那上海的朋友于是建议 说你为什么不组织一支东北义勇军 那包括台湾籍的秋念台 也就是秋红甲的后人 这个也从香港会前来资源 接着呢 李环北上得知东北讲舞台的青年党员 已经有50多人主动参加马张山的义勇军 那他觉得这样三三两两没有组织起来 怎么会像是一个革命党 所以就找了东北讲舞台的政治教官 都是青年党籍的 比如像是王思真啊 王胜如啊 这些同志 另外再找了张学良的秘书 王杰霞 他也是党员 大家一起合作 没想到当时那个青年党已经进到张学良的周遭了 对很快的 乐和抗日义勇军第八梯团成立 可是李环讲青年党的抗日义勇军 发展的很快 牺牲的也很快 1933年日军很少热和 职工古碑口 这些深受国家主义熏陶的学生 牺牲早已过半 最后入关的只有大概二三十人 最后进外只有二三十人 这其实很惨 对 所以瑜伽局他说 他不赞成这些刚培养好的学生精英 这样子去送死 每一次想到就让他心碎 而且赶散青年人的不自重 这样听起来青年党培养的这个精英损失很大 是训练不足 还是什么样子的因素造成的 青年党一开始其实都是一群书生 他们不缺教书宣传的这些政治教官 缺的是军事人才 甚至于是军事摩列家 所以李环组织的义勇军 司令是自己人 至于副司令 参谋长等等 可能就是外聘 甚至于从军阀部队找来的 有些人的军事知识被形容是 不敢说是中世纪的水平 起码是一两百年前的 这是谁说的 就是这一位财义 卫兵义丸里面他所说的 根据财义的说法 他说有一天 青年军校 还有青年党组成的这支义勇军支队 奉命去掩护另外一支义勇军 要一起去攻打兵家必争之地的九门口 那他们从外面找来的参谋长拟定的夜袭计划 选择一条连侨夫都很少走的山路 说这个是一致长蛇证 可以首尾复旧 那财义看到这种情形就跟他的同学讲 这个是刀帽时代的作战方式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不要听 你要见机行事 结果他们的先头部队 才距离一千多公尺 就被日军发现 探照灯一开 长蛇证的头尾 都在机枪还有大炮的射程范围内 几分钟的时间 除了战场死亡的 战场上面看不到任何一个人影 这么夸张 对 更夸张的是 等到退到安全地区 这个时候另外一支义勇军 也就是他们要掩护的那支义勇军 开始以大吃笑 还好财义的军校同学杨新坦 事先听了他的话 把自己的部队先带走 保住了一些实力 后来还能够继续的 在日和这些地方跟日军周旋 那因为看过了这些情形 所以才义他说 他在东北军待了快一年 对内幕还有复杂程度 真的是一言难尽 那除了马战山还有苏炳文 少数 这个有跟日军真正的打过硬仗 那其他的都是 来骗后援会的经费 那之后呢 他回到关内 见到的朋友 大家都说你好棒棒 疑问之下 才知道 那个时候报纸刊载 说有两支义勇军呢 去攻打九门口 击毙了日军数百名 可是自己三万也很惨重 那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说 这次的军事行动的目的 这个目的应该就是宣传 老谭在很多集里面都有提到 战争时代的这个新闻 很多都是为了鼓舞自己的士气 对对对 对对方做这个认知作战 不过我更好奇的就是 柴一说义勇军里面也有很多都是在骗钱的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李环的回忆录 就是这本学顿式回忆录 他里面也有提到 就是青年党呢 可以掌握的部队本来就不多 学生牺牲的也差不多 又联络不上比较正式 有组织的义勇军禅部 最后只好收买马贼 就是你炸毁一列火车 这个可以得到奖金多少多少 他说出席有效 可是流逼很快的就出现 更多的就是因此跑来 借这个机会来讹诈 赚取国难财 那很快的 上海乐捐的这些赞助的经费 就差不多要见底 那怎么办 李环说 他就召集剩下的干部 宣布说不再雇佣马贼 要继续训练年轻勇敢的这些同志 要把他们送到关外 加强义勇军的阵容 那这一段话呢 打动了一位青年兰的同志 叫做苗可秀 这个才25、6岁 他自愿带捕其他的6个人出关 最后在摩天嶺一带 被日军包围 被炮弹击中 在养山的时候被虎 在李环的书中呢 还刊登了苗可秀的遗书 那我们才知道说 其实才25、6岁的 他呢 已经有一个小孩 才6岁 他决定把小孩取名 叫做苗看生 要继承他的志业 这么年轻 因为精灵军校培养的学生呢 普遍应该都是比黄埔更年轻 这也是瑜伽举人 他为什么会说 他每一次一想到 他就心碎 像是我们这一集 特别引用才艺 就是卫兵艺丸这本回忆录 他里面也提到 他后来灰心的离开了义勇军 那可是他的同学 杨兴坦 继续的留下来 最后为了要掩护 翁兆元的部队 作为断后 那因为来不及脱身 所以他就干脆把衣服都脱了 就上证坊扑 转烈牺牲 事后在北平的同学 还为杨兴坦举行追悼会 请不回OK 请不回来 请不回忆 订阅 请不回忆 感谢观看